大家好 我是台南微光眼鏡的長公 今天來回答就是 我們的網友在網路上詢問長公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是每個人 只要有戴眼鏡的人都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問題 長公之前的一個影片就有提過 那我們今天來做一個統整 我們今天有四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 鏡片的一個刮傷跟脫模還有清潔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其實 第一個問題跟第二個問題可以一起講 第一個問題 眼鏡行都說眼鏡部不能拿來擦眼鏡 只是放在眼鏡盒子裡面保護眼鏡用的 然後第二個 鏡片一定要用面紙擦不可以用衛生紙擦 衛生紙會刮傷鏡片 這兩個問題我們一起講 這兩個都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觀念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來講 眼鏡部能不能擦眼鏡 不能擦眼鏡 不能擦眼鏡的眼鏡部能夠叫眼鏡部嗎 對吧 對不對 他說只是把眼鏡包起來保護眼鏡 它又不是眼鏡的裹絲布 眼鏡部就是要拿來擦眼鏡的 為什麼會說不能擦眼鏡 然後會去刮傷鏡片 我們先統整一個概念 這邊稍微仔細聽一下 然後邏輯思考一下 什麼東西才會刮傷鏡片 為什麼 比鏡片硬的東西才會刮傷鏡片 對不對 那眼鏡部會比鏡片硬嗎 然後衛生紙 那可以拿來擦屁股 你的屁股有比你的鏡片硬嗎 那為什麼衛生紙會刮傷鏡片 不會刮傷你的屁股 對不對 稍微邏輯思考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一副眼鏡 其實會刮傷鏡片的只有一個東西 它表面附著的灰塵 所以今天如果說 我們這個眼鏡目拿起來 這樣子擦鏡片 是不是等於我把鏡片上面的灰塵壓著 然後開始擦 所以這樣子等於是在刮鏡片 了解嗎 所以 你去看喔 每個 不管是鏡片廠商眼鏡行 他們在教你怎麼清潔鏡片的時候 都會跟你講一個重點 在於 先用清水沖過 這個清水沖過的用意在哪裡 就是把表面的灰塵沖掉 那你把表面的灰塵沖掉之後 你要用眼鏡布 要用衛生紙 要用面紙 來擦鏡片 都可以啊 對不對 因為你把上面沒有灰塵的 是不是只剩一些小水珠 然後可能一些油脂 這些東西都是不會刮傷鏡片的 好不好 所以這個大家稍微 重點在於 上面要沒有灰塵 在沒有灰塵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擦眼鏡 絕對不會刮傷鏡片 那 只不過為什麼一般眼鏡行 還是說一般鏡片的廠商 他們的教學影片 或者是清潔鏡片的注意事項 都會請你用面紙跟衛生紙 因為你面紙跟衛生紙 你每次抽都是新的嘛 你不會拿掉在地上 擦過桌子的衛生紙 再來擦眼鏡嘛 我更不會拿擦過屁股的衛生紙 來擦眼鏡嘛 對不對 只不過面紙跟衛生紙 有一個比較大的不同 就是說 衛生紙它比較容易掉棉絮 所以你在擦的時候 鏡片表面都會有些棉絮啊 所以比較難擦乾淨 面紙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問題 但是重點都是 他們不會刮傷鏡片 那眼鏡布呢 眼鏡布因為 近這十幾年來 現在都是安全鏡片 所以其實現在眼鏡行 也不重視眼鏡布了 因為對他們來講 眼鏡布就是 把鏡框包起來 保護眼鏡的一個工具 它不是拿來擦眼鏡 所以現在眼鏡行 複底眼鏡部 各位都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廣告作用比較大 就上面都會印眼鏡行的一些資訊啊 怎麼怎麼 但是你把它實際拿來擦 其實真的不好擦 這是跟眼鏡部的材質 是有關係的 那當然 有來我們店的客人都知道 我們家的眼鏡布 這是長工特別去找廠商 特別做的雙面雞皮布 這塊布就超級好擦 絕對比你衛生紙面紙好擦 尤其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喔 你 如果你這副眼鏡 你只用水沖過 然後你就拿面紙起來擦 你會發現 鏡片表面上面那個 那個油脂的部分 很難擦乾淨 所以呢 這個時候眼鏡 就會說 加一點洗碗精啊 對不對 把那些油脂清洗掉 然後衛生紙跟面紙的功能 只是拿來把水分吸乾 如果是像這種雙面雞皮布 其實 你只要確保 鏡片上是沒有灰塵的 你拿來擦 其實非常輕鬆就可以擦乾淨 所以好的眼鏡布 它絕對比面紙衛生紙好用 這是一定的 但是 重點來了喔 這邊仔細注意一下喔 重點 眼鏡布你用久了它會髒 上面可能會吸附一些灰塵 所以 當你的眼鏡上面有灰塵的 可是你眼鏡布上有灰塵啊 那還是有可能會刮傷你的鏡片 所以眼鏡布它是可以清洗的 或者是 直接再來跟我們拿新的眼鏡布 這兩個方法 所以 關於第一點第二點 眼鏡布不能來擦眼鏡 這是錯誤的 好的眼鏡布一定是非常好擦 你可以很輕鬆 就把你的鏡片擦得很乾淨 但是重點就是 你的鏡片表面要沒有灰塵 那這個時候 就有朋友會問的啊 如果像我在外面眼鏡張了 沒有水啊 那至少 我們可以怎麼樣 比較克難的方式 我們嘴巴吹氣嘛 你盡量把鏡片表面的灰塵 吹掉 再來擦 也會避免鏡片刮傷 這邊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眼鏡布啦 衛生紙啦 面紙啦 都不會刮傷鏡片的 你要刮傷鏡片 就一定是要比鏡片硬的東西 才有辦法刮傷 那我相信 稍微有感覺就知道 衛生紙 面紙 眼鏡布 這個都比鏡片軟嘛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大問題 所以 最後統整一句話就是 怎麼樣避免鏡片刮傷 不要乾擦 就是鏡片上都是灰塵的時候直接擦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個問題 清洗眼鏡一定要用洗碗巾 好 我不可以用洗手 不然這個 這個 字打錯了 這個是洗手乳啊 不是洗手乳 好 會害鏡片脫膜 什麼的 OK 來 先導正大家一個觀念 要讓鏡片 在我們在鏡片 場的時候 有一種東西叫脫膜劑 它是可以把鏡片上面的鍍膜 去除掉的 那個東西是一種 高 毒性的一種化學藥品 好 那我們先稍微邏輯思考一下 洗碗巾洗手乳 洗手乳不傷你御手 怎麼可能會傷你的鏡片呢 對不對 通常一般正常來講 我們在正常的環境裡面 會導致鏡片脫膜的 99.9%都是什麼呢 溫度的變化 好 因為安全鏡片 它的材質是素質的 它會有一個熱脹冷縮 那你一層鍍膜附在表面 因為這個熱脹冷縮 才會通常都是造成鏡片 一開始先多層膜先歸裂 再來脫膜的現象 都是99% 都是因為熱脹冷縮造成的 所以 一定要用洗碗巾 不能用洗手乳 這個不可能 我們一般 家用的清潔劑 除了是什麼洗廁所的鹽酸 你也不可能拿那種東西來 正常來說 洗碗 洗手 沐浴乳 這些東西 都不會傷害你的鏡片 大家 那只不過是有的時候 因為我曾經遇過一個客人 這個是這個客人真實的一個案例 他跟我講我真的是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 他就說他在其他眼鏡廠配了一副眼鏡 結果 不到一年 鏡片脫膜了 他就回去找那個眼鏡行 然後眼鏡行問他說你都用什麼洗眼鏡 他說用洗手乳 不可以用洗手乳 要用洗碗鏡 你就是用洗手乳洗才會脫膜 各位 鏡片會脫膜 其實 鏡片在短時間內脫膜 有可能是鏡片本身品 就是這次的鍍膜的品質不好 或者是因為他可能工作環境 冷熱交替 溫度溫差變化比較大 都有可能 絕對不會是洗手乳造成你的鏡片脫膜的 好嗎 不是 這種洗手乳沐浴乳 基本上連你的皮膚都不會損害了 更何況是鏡片 大家邏輯稍微思考一下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為什麼說要用洗碗鏡 洗手乳我們在一二點有提過 就是可以幫助你把 鏡片上的油脂清除掉 只有一個東西要清洗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就是肥皂 不管你是 只要是固體的 不管是香皂肥皂 什麼藥皂什麼皂 都一樣 只要是固體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我們一副眼鏡它會有很多細縫 那你用那種肥皂水去清洗完 那有很多細縫裡面 它可能沒有辦法 真的很完全的用清水把它沖乾淨 那 就卡在細縫裡的那個水分裡面 是含有肥皂的成分 那乾了呢 乾了之後 那個肥皂 是不是就會凝固在那個細縫裡面 所以 如果你比較常用肥皂在清洗眼鏡的 你就會發現 你時間久了 你的那個細縫裡面 會有那個白白的 類似那種粉末 還是什麼之類的東西 其實那個就是肥皂乾燥的 一個沉澱的東西而已 但是這些也不會去損害你的鏡架 只是比較難看 而且那個其實我們要清也不好清啊 所以 如果你清洗眼鏡 要用肥皂的話 可能就是 你在沖洗的時候 要真的多沖 沖久一點 盡量把裡面肥皂的成分 稍微沖乾淨一點 洗碗精 洗手乳就比較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只有這個差別而已 所以 大家 要先要有正確的觀念 不要再被這些錯誤的觀念誤導了 那第四點 玻璃鏡片是不是就不會刮傷 關於這個問題 我們先來聊一個東西 麻煩各位去稍微回想一下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戴手錶的經驗 都會戴手錶 那你們去買手錶的時候 是不是常常聽到你們的服務人跟你講說 這個表面的這個玻璃 它用的是藍寶石鏡面 有沒有 我相信只要有戴手錶的人 都相信有這個經驗 就是說它這個表面的這個玻璃是藍寶石鏡面 為什麼要用藍寶石鏡面 因為藍寶石它的硬度僅次於鑽石 它的硬度排行是9 它比較不會刮傷 基本上要刮傷它的只剩鑽石 那也很難隨處遇到那麼多鑽石來刮傷你的表面 當然 所以 表殼的表面的那層玻璃 用藍寶石鏡面就比較不會刮傷 那如果你用的是一般玻璃 比較容易刮傷 重點聽到重點了嗎 你用一般玻璃比較容易刮傷 所以玻璃會不會刮傷 還是會啊 玻璃的硬度常說 沒有去查資料 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是到5還是6而已啦 所以上面還有四五種東西的硬度都會比玻璃高 所以你只要玻璃鏡片 當然它的表面硬度絕對比安全鏡片高很多 比較不容易刮傷 可是你如果今天遇到的灰塵 它表面的是比較更堅硬的細小微粒 它還是會刮傷鏡片喔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通常只要是擦眼鏡 不管你的鏡片是玻璃還是安全鏡片 都建議水先衝過 比較不容易刮傷 所以玻璃鏡片是不是不會刮傷 全世界唯一不會刮傷的東西就是鑽石 但是鑽石會碎掉啦 那體外化不重要 所以大家觀念先導正 只有遇到更硬的東西才會刮傷 所以眼鏡布衛生紙面紙 絕對不會刮傷你的鏡片 洗手乳洗碗巾也絕對不會傷害你的鏡片 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可以讓大家對這個正確的觀念 再加深各位的印象 不要再讓錯誤的觀念去導致你有一些錯誤的行為 謝謝各位